歡迎收看東京走著喬 我是瑋恩 今天要來介紹五條東京散步路線 先來說明一下 這部片一樣是實用的東喬資料庫整理系列 每一條散步路線在東喬的頻道裡面都有單獨的詳細影片 你們可以直接在我們的頻道搜尋想看的關鍵字 就能找到相關的影片囉 不過就如同我們頻道裡面其他受歡迎的實用攻略影片一樣 雖然各有單獨的詳細影片 但是這種簡短的懶人包還是最受大家喜愛 畢竟我們就是工具人系YouTuber嘛 散步系列對我們的頻道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 可以說是我們頻道出發的起始點 畢竟看我們頻道名字就知道了 要邊走邊瞧嘛 如果想要一條路線能夠去到精華的觀光地區的話 那就是這條了 起點在東京必訪的淺草 一路經過藏前 淺草橋 秋葉園 最後來到上野 沿途經過的都是推薦給初心者的知名景點 起點淺草是東京最多觀光客的地方之一 因為淺草寺是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院 其標誌性的雷門燈籠 重建式商店街 五重塔 本店等等 幾乎都是最能代表日本寺廟的建築特色 接下來會經過藏前 這邊有不少特色的咖啡廳 像是旅社複合咖啡廳的 Nui 有販賣手工皮件的CAMERA 以及Soul's Coffee等等 接著會經過淺草橋 可以到銀杏鋼八番神社逛逛 這區域高架橋下有不少餐廳 下一站來到了秋葉園 這邊是以窄宅最愛的動漫 電器相關商品為主的地方 除了有Bik Camera Yodobashi Camera等電器行 還有女僕咖啡廳 扭蛋機 動漫商品專賣店等等 最後在前往上野的途中 會經過Usakiya的知名銅鑼燒店 走路約20分鐘左右就可以來到上野了 上野N次公園 戰地廣闊 風景優美 是東京人也愛去的公園 春天可以賞鷹 而且公園內還有國立西洋美術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 以及國立科學博物館 這邊還有藥妝店最密集的阿美橫丁 零食與乾貨齊全的 二木果子以及多慶屋 這集的五條路線都各有特色 慢慢逛仔細體驗的話 各自都可以成為一天的行程喔 直接變成五天四夜散步遊也是可以的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 以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來到東京還有一個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宿啦 第二條要介紹的路線 是從大車站新宿出發 經過新大酒保 高田馬場 木白 等等的小站 再回到池袋這個大車站 起點在新宿車站的南口 這邊有許多百貨公司的集合 光是Lumine就有三家 另外還有Milodo New Woman等等 如果要細逛的話 整個新宿真的可以逛上一天 從南口步行約15分鐘可以來到新宿御苑 這裡占地58公頃 也能說是都市中心的綠洲 可以在這裡野餐 賞櫻花 看看日式風味濃厚的庭園 接下來一路經過新宿二丁木 東新宿 就可以抵達新大酒保了 新大酒保是東京的Koreantown 有不少道地的韓國料理 當年工作時 就跟韓國朋友在這裡喝醉過一次 再來抵達的是高田馬場 這附近離早稻田大學很近 所以有不少的便宜餐廳 例如豬排店 以及漢堡店 散步旅途中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深入當地 看到許多不同的城市風景 很適合不只想在大站附近 購物吃飯的玩法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木柏 這區給人一種夏丁風情的感覺 有鬼子母神堂 以及神堂前的西餐道可以逛逛 鬼子母神堂內還有一間200多年歷史的 雜貨店 以及千本鳥居喔 大約在步行15分鐘就來到了池袋 這邊跟新宿一樣 都是交通樞紐的大車站 也因此周遭都很發達 百貨公司 電器行 餐廳等等 都很完善 也是住宿的好地點 第三條路線 我們從精品的集散地銀座出發 經過矽流 東京鐵塔 六本木 表餐道 最後來到涉谷 銀座是個歷史悠久的東京鬧區 範圍不大 但是聚集了許多精品以及品牌的旗艦點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推薦的餐廳 像是Mercer Brunch的法式吐司 根式花丸以及找金港回轉壽司 大約步行10分鐘就來到了池袋 這裡是一個大型的辦公區 而在這邊的 Kareta大樓 則有免費的觀景台 以及冬天著名的燈飾可以欣賞 在細流散步前往東京鐵塔的途中 會經過織公園以及增上寺 在這裡可以休息一下 在Le Pont Quotidine的麵包店喝個下午茶 順便經過織公園二樓的平台 在大草皮上欣賞東京鐵塔 再前往東京鐵塔觀景台 欣賞完東京的適用之後 繼續步行前往六本木 今天的行程可以說是觀景台的行程 因為剛好在細流 東京鐵塔 六本木 到最後的射谷 都有不錯的觀景台 如果不想太重複的人 可以選擇其中一兩個參訪即可 到了六本木之後 除了可以上六本木之秋52樓的觀景台之外 也推薦大家到國立新美術館逛逛 即使不買票參觀 館外的風景以及室內建築的設計 也很值得一看 接下來還會經過表參道 這邊跟銀座有點像 也是許多精品品牌的集中區域 但除此之外 在附近的元素 以及竹下通貓街等等 還有不少年輕人的潮流店可以逛 最後一站來到的射谷 今天的行程 正好顯示了東京的一大特色 逛街購物 基本上銀座 六本木 表參道 跟射谷都還蠻好逛的 射谷這邊除了一般的百貨公司之外 在巷弄裡有不少特色的小店 骨桌店等等 店家也開到比較晚 逛到晚上 還找得到宵夜可以吃喔 這條路線 被我們規劃為 東京都會女子散步路線 因為途中經過的四個區域 都是屬於別具特色 不像新宿、射谷這樣的鬧區 有著更多都會女性會喜歡的店家 餐廳等等 我們路線從廣尾開始 廣尾車站一出來的廣尾散步通 就是一條商店街 特色店家有 The Pizza Tokyo 廣尾 Melting in the Mouth 冰淇淋 以及Canvas Tokyo 咖啡 門步行來到了惠比獸的Garden Place 會經過一片公園草皮 假日的時候不定期會有活動 再走個10分 就來到了惠比獸花園廣場 這裡有著名的米其林星級餐廳 猴步雄 接著可以上Garden Place的38樓看風景 下一站我們要前往的是代觀山 在這途中就會發現不少時尚的小店可以逛 代觀山首先來到了Zitaya Tea Site 這裡除了有獨具風格的鳥屋書店之外 整個區域散不起來也很舒適 而在Tenoha這個複合空間 也是有不少設計感的餐廳與小店 如果你是喜歡喝精釀啤酒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位在代觀山的 Spring Valley Brewery Tokyo 它的前身是日本的第一家啤酒廠 現在則是可以入內用餐的精釀啤酒廠 最後我們來到了中暮黑區 這裡必逛的就是暮黑川兩旁的商店與餐廳啦 我們推薦這裡的特色咖啡廳 比較知名的像是 Starbucks Reserve Roadstreet Tokyo 這是全球第五家分店 全日本只有一間 以及Streamer 和Side Walk Stand 都是能享受東京時尚氛圍的店家 晚餐的話可以吃 Cafe Yuit 吃的是異國料理 能夠看到暮黑川的景色 最後的一條路線 帶大家到東京的住宅區走走 走訪當地人日常休閒會去的地方 第一站我們就從曾經好幾次被選為 東京最想居住的地區 第一名的吉祥寺開始 吉祥寺最吸引人的就是 井枝頭恩賜公園啦 這裡的面積有40萬米平方 可以賞櫻花與風紅 園內的井枝頭池還有提供踩天鵝船的服務 離開公園後 在車站的周遭有很多餐廳與店家可以逛 包含了Sun Road商店街 Daya Street以及各種知名小吃 離開吉祥寺後 我們沿著高架橋來到了西迪窪 在這邊吃中餐 Spoon咖哩 這邊還推薦一家古名家咖啡廳 Ligendo 下一站我們來到了迪窪的大田黑公園 這裡是以門口的銀杏大道 以及庭園內的風紅而聞名 接著我們來到了阿佐谷的Pro Center商店街 這條路線介紹的車站都有商店街 這也是剛剛提到的住宅區的特色 是附近居民採買生活用品跟用餐的地方 接下來的一站是高原寺 這裡是以古卓店聞名的 另外這邊有很多開到很晚的居酒屋、餐廳 東橋推薦三家不同的餐廳 沖繩料理 爆瓶 Agemonia Balitora 最後一站來到了中野 其實這條路線是沿著JR 中央線往新宿的方向前進 中野這邊也有一條商店街 Sanmol 商店街走到底 則有專賣、鐘錶、二手器材、動漫商品的 中野百老匯 在車站附近的 Rengazaka 是一條小小的坡道 有不少氣氛不錯的餐廳可以供選擇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五條東京散步路線啦 其實東京還有非常多條的路線可以走 這次挑的是比較多熱門的景點 之後有機會再介紹其他的路線合輯給大家 下集見囉 掰掰 最後一集 我們再談 將會去 下集見 六條 三條 ? 正